要说老郭徒弟反骨有多重 作为郭德纲的爱徒卵云平 最有发言权 一句话把郭德纲的老底都给揭了 特别是私藏小金库 听得千大爷大呼过瘾 你们给师父提意见 我看就是谁提的最尖锐 很少去小剧场演出 这可把烧饼吓坏了 连忙拦着郭云平 让他少说点 当然这还不算完 郭云平又说出老郭的两条黑料 这可把一旁的千大爷听过瘾了 这确定是能说的吗 能知道这么多老郭的黑料 估计也只有郭云平 毕竟在师父家里住了十几年 自从参加完团宗之后 一直不苟言笑的郭云平 也真正的放飞自我 在师父面前也更加的肆无忌惮起来 当然这也只是基本操作 最厉害的是自己的副总位置都不要了 还扬言将班主的位置篡谋给师弟 可能是逗笑舍将郭云平的任督二脉打通了 原本反场环节一脸严肃的他 也开始了整活之路 给老郭下的连连后退 作为老郭的爱徒 调侃起师父来也不在话下 师父一脚上去捍卫自己的尊严 你直接说我个矮得了呗 当然下面这位徒弟反骨也不轻 他每年风虾就是挨一脚发倒 来来来 好了没事了 不踢孟贺堂不风香 已经成为了德云社风香专场上的固定节目 自从孟贺堂在风香专场上学 老郭撩大挂之后 在每年的风香专场上 孟贺堂必然会挨上一脚 因为不是调侃师父 就是调侃郭麒麟 当着郭老师的面占郭麒麟便宜 也怪不得孟贺堂会IT 当然要说调侃最狠的一次 还是在喜剧人的舞台上 看孟贺堂在台上作死的样子 也只是基本操作 孟贺堂下面的操作 更是让大家直呼 玫瑰圆又增加一位贵宾 当众给师父提意见 还敢拍桌子叫板 孟贺堂在作死的路上 可以说是越走越远 在合作八马挂的时候 更是直呼师父的名讳 气得老郭上去就是一脚 孟贺堂的操作 也是惊呆了一众粉丝 老郭的一脚 也让粉丝看得非常过瘾 要说反骨最重的 还得是小时候的陶阳 别人顶多是在舞台上调侃老郭 而陶阳仗着自己的童音 不仅嫌弃老郭的吊门堤 更是在舞台上占师父的便宜 天空大来日月长 有点低 哎算了又算 毛巾都不如这个毛巾背 棺材当不了这沙发床 鸭俩走到爹最大 爹的名字他叫陶阳 不但自己占便宜 还带着观众一起占便宜 小便一决 站在当街 谁给我鼓掌 我管谁 叫爹 气得过得刚直呼 怨不得你不长个呢 这不挺好吗 你长不了个了 你知道吗 小时候的陶阳 50斤的体重 怕是要有80斤的反骨 长大之后 陶阳也走上了欠揍的道路 我想起一句鼓语 鼓语 出来我听听 你唱得像帮子 小时候不打 现在是有冤抱怨 有仇报仇 除了这几位烧饼的反骨也不少 咱们是有感情基础的 你呀一条道跑到黑管 你呀刚三 滚 你要是觉得害丧 我不办婚礼还不行吗 直接在舞台上 叫郭德纲为钢子 气得老郭直接爆了粗口 你还知道德云社那些反骨徒弟 快到评论区写出来吧